准复总统萧美琴日前接受捷克议长韦德奇邀请去捷克研究中国的智库发表演说 原本以为随着萧美琴返国访问圆满落幕 现在却传出他在当地被中国跟踪 捷克媒体报道萧美琴下飞机之后驱车前往布拉格市中心 过程中捷克方发现警车车队被跟 当车队要抵达萧美琴下榻了饭店时 跟踪了车辆为了不被甩开 强闯已经亮红灯的路口险些撞车 警方随后盘查发现该车司机骑有中国的外交护照 但对方否认跟踪只说自己要去附近的餐厅吃饭 此事非同小客绝非单一事件 他们首先透过前线的情报搜集 要掌握台湾外交发展的网络 一一反制施压要各个突破 我们呼吁中国要停止这种外交战狼的恶劣行径 更希望民主同盟国家针对中国的恶职行径 一起同声谴责 外交部已救本案 指示我国驻捷克代表处向捷方查证 捷方表示人在厘清之中 对此事件台阶双方的外交部都说还在调查阶段 捷克媒体则指出 这名跟踪肖美琴的外交人员来自中国 驻波拉格管处的军事单位 捷克方准备将他取离 这是对这个住在国家来讲是极端 不尊重他国主权的行为 过去中国跟中东欧之前国家的这些交往 从17加1这些前苏元国家 到现在变成14加1 就可以知道说许许多多的国家 那退出甚至是观望 就代表说对这一个中国的领导 这一种能力 但产生不信任感 还有对于过去的这些战狼行为 产生不信任感 立委指出 相比前几年全盛旗 越来越多中东欧国家对中国菜区保留态度 战狼外交不止台湾不声其扰 世界各国也抓狂 明星文综合报道